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啊 这些创业者经常讲道理 而他们的道理受制于他们的思维经验能力 生活圈子 观点非常单一 非常局部 但正是因为这种局部片面的这种观点 反而让他们非常有理 这就是他们的真理 他们为了讲道理 为了争自己有理 而丧失了自己的利益 丧失了一次寻找真相的勇气 你想想现在生活当中太多账难 比如说我说 只要他两只船 才是创业的核心 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不孤注一掷 跟你讲这个道理 你站在你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就是有理的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说创业有风险 站在你的角度来讲 你就说没有风险 比如说我们创业尽量不要注册公司 不注册公司能行吗 站在你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角度代表了整个全局吗 你为了争你有理 而放弃了什么 放弃追求这件事情 本身背后的真相 每个人说话都有真相的呀 你没有追求他这个真相 也就是说很多很多人 做了一件傻事 叫做什么呢 叫做天下老子最有理 但是你失去了名利 失去了真相 失去了人民币 失去了这种了解风险的机会 争这个道理有用吗 争得了理 失去了人心 失去了社交 而且你这个理还是片面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不要再争道理了 你们每时就争道理 然后呢 对于这种探索真相 却是无动于衷 我们要的是价值 你有理 又有什么呢 我要的是价值 我要的是了解这个真相背后的价值 我是孙文贺 每天给大家分享有关于创业就业 营销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 喜欢我 谢谢 但是 我们的推荐